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 超过20个国家与地区 出现确诊案例 日前在美国华府的 一场国会听证会上 全球最具指标性的中央银行 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鲍威尔表示 尽管美国经济稳健 也尚未受到波及 但有关当局丝毫不敢大意 正审慎关注任何可能的冲击 鲍威尔表示 这波疫情很可能扰乱中国 然后扩散和威胁 美国与全球经济 既是重大风险 也是重大变数 不过基于美国当前 仍然处在史上最长扩张期 基本面充满韧性 加上联准会在2019年内 已经三度降息 因此暂时不会调整利率政策 也不会更动经济展望 这番谈话 加上中国人民银行 本周启动大手笔就市措施 激励全球股市反弹 其中美股一扫阴霾 标普500指数和NASDAQ指数 双双收高 市场暂时回稳 全球最大避险基金 桥水基金创办人 Ray Dalio 在CEN访问中提到 这波疫情和2003年 爆发的SARS雷同 对中国甚至全球经济的冲击 只会是暂时 可控管 可复原的 甚至算不上 市庄黑天鹅事件 他认为科技和创新领域的竞争力 将让中国有能力抵挡逆风 然而经济学家的看法 明显与此迥异 在对待总体经济体制上 更加谨慎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中央市场价格 中央市场价格 英國經濟學員 新型冠狀病毒的震撼 將是多方面的 不但可能嚴重擾亂 全球需求和供給 衝擊製造業和服務業 也會對中國國內外商業 和貿易行為造成干擾 報紙同樣看法的 還有德意志銀行 日前下修了2020年 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 該雜誌還警告 中國在農曆年後 持續處在大規模停工狀態 經濟活動激進停擺癱瘓 不只內部損失嚴重 還在全球各個角落 產生了種種令人 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 例如遠在太平洋 彼端的南美洲國家智利 農產品超過三分之一 出口到中國 租金傳出來自於 中國的採購規模 一下子萎縮了50%到60% 對智利經濟已經造成 立即且緊迫性的打擊 還有原定下週與西班牙 巴塞隆納開幕的 年度世界移動通訊大會 在包括Quadcom Intel Nokia和Facebook等 一大串重量級與會者 相繼以公衛危機為考量 宣布退出之後 主辦單位已經決定取消會議 經濟學家表示 類似例子比比皆是 倘若新型冠狀病毒肆虐 長達數月 將會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全球對中國作為一個 供應鏈上重要環節的 商業可靠度和政治可信度 也會開始衍生懷疑 隨著中國部分領域 在本週陸續復工回歸正常作息 彭博新聞形容 這場猶如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 Work from Home 實驗 終於要搞一段落 目前各國央行紛紛祭出 買保險激勵措施 透過利率政策穩定信心 金融市場和經濟學家 則持續關注 在全球經濟擴張動能 原本略顯疲軟之時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爆發 究竟會讓接下來的中國 甚至全球經濟成長 出現V型復蘇 U型復蘇或是最糟糕的L型復蘇 另外一方面還有評論提醒 經濟上回溫是遲早的事 只怕政治的後續效應 疫情過後的國際社會 尤其是當前充斥鷹派的 美國華府內部 不但可能藉此坐實 中國懷疑論者的主張 而且陰影恐怕還會久久歸之不去